另外來看著條興國修 也有特別來推動環境教育 這一季在家庭會 其實是進行航空的柴尾 包括後來老舊的蘇聯台 還有每一次到外面的拼 都來進行柴尾 做柴尾主題就是以這個環境教育為主 包括有這個郊外生態 汗油生態頂頂 都是以這個柴尾內容 這也能增加後 讓我下層實在環境的機會 現在來到條興國修的浩雲 浩雲裡面增加了很多柴尾的柴尾 讓這浩雲變得相當外派 曾經有關本人結束的蘇聯台 而是說這班戟到是外面的柴尾 現在都變成了各種生態為人 有教外的生態、汗塘的生態 汗油的生態頂頂 可以說是內臟相當豐富 看台本身就是一幅巨大完整的生態系 第一層有許多台灣特有的魚類 像是櫻花溝蚊和口魚等 第二層是有許多荷葉、蘆蝸和青蛙 第三層是草地上有許多 繽紛芬芳香的台灣百合和台灣鳳蝶 與台灣天牛等 在晚上看天空飛翔著 許多台灣特有的鳥類 因為我們校園生態多樣 因此環境教育一直是我們重要的主軸 藉由校園的彩繪 讓我們在不知不覺中認識環境 了解台灣特有生態 我們教室外畫著 草原與森林的動物 畫著我喜歡的老虎、長群鹿 猴子、大象梅花鹿 我現在喜歡來上課 因為教室外面很漂亮 我們教室外是一片海洋 剛好我最喜歡的就是海豚的 我很開心 因為牆上畫有漂亮的小丑魚、珊瑚 還有我最喜歡的白海豚的 現在都不需要去海邊了 就可以了解海洋生態了 我們教室外是一片沙漠 我沒有去過沙漠 台灣也沒有沙漠 但是我現在才知道 沙漠有那麼多棟植物 像是大沙貓、公角、羚羊等 處處生肌黯然了 真的很漂亮 聊天國修學生 又要特別介紹介校的菜圍地下 學生也感謝好風的用心 讓關門是真邊緣的邊邊 都變成環境教育的外教宅 因為我們潮信國小的生態 非常的多樣化 然後我們的校長跟我們會長 關注到這一塊區域 所以我們想要藉由彩繪 來美化校園 讓學生能夠潛移 默化中了解環境的生態 然後因為我們這次的那個主題 就是環境教育 所以我們重點是著重在於生態系 像是我們的看台已經 原本是50年的看台 原本搬駁老舊了 那因為我們的規劃 像我們拔形成一個巨大的生態系 讓學生可以藉由每天在跑步 在潮潮中運動中 去了解下我們的生態的那個轉變 從天空到水下 另外我們還有著重於河川的生態 海洋生態 草原森林生態 包含沙漠的生態 因為畢竟有些生態 小朋友沒有辦法 每天的去體會到 可是經由學校的彩繪 他每天經過教室 走過教室 他會去感受 去認同他 去了解他 進來去愛護整個環境 自從我們學校經過彩繪之後 就變成一個新的亮點 不僅整個學校煥然一新 連民眾他都非常樂意來拍照 所以我們變成學校處處轉角 它都是一個美麗的景點 讓遊客能夠流連旺返 好風也激醇 好好的柴尾 自一百空三年十多分就關閃 關閃到後 也因為好好的這個生根店 大概如果有夠日子 也很多民眾可以來這裡欺騰 做了這鍋柴尾也變成好好地吃 請問謝謝我們小漢館 下條報道